睽違九年 当代唯一能将佛法、文学、艺术 完美结合的法王作家连身活佛 真佛剥叶杖文教基金会 再度将其五十余年来文学艺术创作 在国际艺文展场上闪亮登场 2022第三十届台北国际书展 法王作家连身活佛的书画创作 于6月2日至7日在台北世贸一馆C627展位 以卑质双运、无染清净、觉醒圆满 三大主题将佛法、文学、艺术结合的成果完美展示 主视觉强以创作年表 可一览,这位誓言要将智慧流传后世的法王作家 历经岁月累积,有着坚忍的毅力 而今令人赞叹地能够站在一本本堆叠等楼书堆之上的创作成果 而且诺大的展墙上,大家都会看到法王作家正亲切地向所有读者挥手致意 对应的彩绘莲花区 展示法王画家近期以白莲花为主题的多彩画作 同时也蕴含了白莲花将士传授真佛秘法的意义 现场所陈列一本本法王作家的文字著作 均自法王近三十年各种不同风格绘画作品中 挑选主题契合画作 为封面设计基本元素 让书画合一特色展现无遗 现场均有工作人员为您导览解说 另外展位有为电子书开辟时来运转 有过五官好礼相送活动区 鼓励加入会员免费保览寻书快乐分享 感谢所有读者的支持 欢迎读者们把握最后机会 现场及线上书展剩下最后三天 iPad大奖就等着您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